还有指甲 来人抓去 干什么呢 走走走走 来来来 过来 干什么呢 包裹里什么东西 瞧瞧 走走走 来 走走 今天时辰到了啊 不许出城啊 老太婆 今天时辰到了 不许出城了 官爷 你心心好吧 我老太婆要出城柴草 要救命啊 说不准就不准 包裹下 是姐 官爷 我求求你心心好吧 我吃劳病 劳病 我要是再不吃药 我只怕老命就保不住了 我舅舅您行行好吧 走吧走吧 走吧走吧走吧 那谢谢官爷 站住 我怎么老觉得有点不对劲啊 官爷 还有 no 官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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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או 你 科技 冬千姐快走 不走 我要是炸了这群狗贼 冬千姐 你还要给蝴丁报仇呢 快走啊 我不走 快走 你们两个都看清楚了 保证不会看错 肯定是罪月楼的莺莺艳艳 错不了 我都惦记他们俩多长时间了 人还没了 那东晴呢 没看见 罪月楼没了 赛花花死了 东晴一个人会上哪儿去呢 难道他已经出了无锡城 师父 我知道他没出城 而且我还知道他哪儿都没去 你知道 他吃我的喝我的 这我能不知道他人在哪儿吗 快说 在我家 黑风躺 什么 你说判如真那个狗贼 把莺莺艳艳的尸体 掉在大街上失众 对 刚才我去集市里 本来是打探消息 后来却看见莺莺和艳艳的尸体 挂在集市上 朱七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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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仇不需要报 你不能急着报这个仇 小朋友就乱大谋啊 是 你们让我怎么忍 盈盈也是为了我才死的 我怎么能让他们 就这么朴实街头呢 朱七姑娘 你这样去太危险了 要不然就像 上次我救你爹一样 我去把他们俩人给背回来 可是 可是俩人我怕背不动嘛 马上飞 你不能去 姐姐 现在坏人知道了我们在城里 一定会想办法抓我们的 而且 坏人知道我们的样子 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对啊 我倒是背得动他们 可是上次 我把杨大人枯错成了我相公 被那些官兵追杀过 他们也认得我 抹去肯定也不行 姐姐 我们不能做白白的牺牲 对 小少爷说得对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把小少爷 安全地送到元大将军手里 该想的办法我全都想过了 莹莹燕燕还因此赔上了性命 可我们还是出不去 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办法 也许我有办法 可以帮上你们 英雄哥哥 有人 叶红莹 你来得正好 我正好想多杀几个狗贼 给花姨和莹莹燕燕报仇 多 多请姑娘 这可是大侠 你不是他的对手 既然不共失了可不希望 姐姐 你别这样 我和英雄哥哥是朋友 他救过我的 芮莹 你忘了吗 上次就是他把你交给魏忠贤的 你还差点被火生生剥了皮 可是后来 还是英雄哥哥救了我呀 姐姐 你不是说我病了 还是英雄哥哥给我摘的草药吗 东京姑娘 这个鸟人虽然我十分讨厌 但是我看他还不算太坏 上次在东陵书宴我们被官兵包围 要不是他 我们一定跑不出来 你们都别说了 今天我和他之间 必须做个了断 你说得没错 你我之间 的确有许多无法化解的仇恨 必须做个了断 所以你要活着 好好活下去 把武功练好之后才能找我报仇 废话少说 动手吧 就算你们一起联手 我不拔剑 你们也杀不了我 反倒是我想取你们的性命 易如反掌 你不要欺人太甚 我是就事论事 就算你们杀了我 一样也逃不出去 如今官兵已经布下了天罗帝王 要是你们继续留在城里 只有死路一条 若想活命 必须尽快离开吴溪城 我死也不会跟你走的 英雄哥哥 你一定是来帮我们的吧 我知道 你一定有办法带我们出城的 对吧 我并不是来帮你们的 而是想帮我自己 帮你自己 那你找我们干嘛呀 我可师爷说好啊 我们这连难带你 都是忠良义士 你是宦官狗肥的手下 我们才懒得理你呢 所谓淳王齿寒 帮我也等于帮你们自己 我的确有办法 可以带你们出城 同时我也可以 跟你们一起 离开吴溪城 洗刷我的不白之躯 我就是死 也不会跟你一起走 难道你不想知道 害死你父亲的人 是谁吗 除非你不想杀了我 替那些死在我剑下的 东林党人报仇 仇我一定会报的 你死 什么仇都报我 你自己想清楚 东青姑娘 我觉得这个鸟儿 说得挺有道理的 他如果真想杀咱们 那咱们早死 是啊 我也觉得 他挺有诚意 想帮我们的 对啊 姐姐 你就相信英顺哥哥吧 他真的是好人 嗯 你们都别再说了 你们不用急着回答我 想通了 明尘卯石 再三千贯斗 叶红尹 你到底想玩什么把戏 准时赴约 这是给人吃的吗 笨姑娘从小进医育时 潘如真就拿这些东西应付我 这东西能吃吗 哎呀哎呀哎呀 干吗呢你这是 哎 翟姑娘 所谓无功不受禄嘛 啊 你要把答应本府的那件事情 办妥了 你就是想吃天上的凤凰 海底的蛟龙 本府也一定会端到你面前的 不过魏姑娘 我想你住在我这儿 不光是为了混两口吃的吧 笑话 我魏方宗岂是那种 低三下四的无赖之辈 当然 魏姑娘是千金大小姐 怎么能是无赖呢 只是你 口口声声说要帮助本府 捉拿叶红颖和杨东晴 那两个反贼 为何迟迟不见你行动呢 潘大人 亏你也是纵横官场多年 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难道连弑缓则员的道理 你都不懂 并非本府不懂 实在是我不明白 你一直说要 助我一臂之力 为什么不据实相告 将他们的藏身之地 告诉本府 你要是不忍心下手 本府我可以亲手代劳啊 并非我对你有所隐瞒 这是目前我确实不知道 叶红颖杨东晴那帮人究竟藏身何处 你说什么 你不知道他们藏在哪儿 那你口出狂言 信誓旦旦 我告诉你啊 本府最恨的就是欺骗我的人 你信不信 我拿言行置你我 潘大人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现在人在哪里 不过潘大人大可放心 只要你信得过我 就算叶红颖杨东晴他们再神通广大 也绝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 干什么呢 帮我把这些东西都带上 小少爷 咱们还是多带点衣服吧 这些就别带了 为什么呀 这都是我的宝贝 这 这算什么宝贝啊 我到底得给你做 咱们是逃命了 东西越少 跑得越快 不行 我说带就得带 任怨 任怨 不许耍小孩子脾气 马上飞说得没错 我们这次出城 是冒着生命危险 所以 不光是你这些玩具 所有的行李都不许带 连过冬的衣服都不许带 是 不能带 可是我担心 没有可是 多带一件行李 就多一份危险和累赘 姐姐 我就带一样东西 一样就够了 就一样 一样都不行 姐姐 如果我们都走了 就剩下花仪的牌位留在这里 她没有人祭拜会多可怜啊 姐姐 如果花仪没有人祭拜的话 她就会变成孤婚野鬼的 花仪以前那么照顾我 一直把我当成她的心肝宝贝 我不要花仪变成孤婚野鬼 冬秦 我觉得小少爷说得有道理 小少爷 你教我读书的时候 告诉过我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我师娘给熊将军当娘子 这么多年也没下个蛋什么 我估计他们熊家的列祖列宗 到阴曹地妃也不会饶过他的 肯定到处追杀他 那我师娘不就太惨了 活着没相父 死了还受气了 你就让我当徒弟的尽地孝心 你悠然 我的师娘太累了 姐姐 我求求你了 那些吃的喝的玩的 我都可以不要 但是花仪的牌位 你就让我带走吧 我从小就没了爹娘 从来也不知道 我爹娘长什么样子 花仪一直把我当成她的心肝宝贝 我求求你了 你就让我把花仪带走吧 让我把娘带走吧 我求求你了 咱们带着花仪一起走 花仪对咱们大伙有情有义 可是我们再也没有机会 报答她的恩情 咱们说好 以后 无论遇到任何危险 咱们都不丢下花仪 好吗